今天还有一位我们focus的国际性人物 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俄国被囚的美国球星 而这个故事今天写下结局 由于美俄进行换球 所以这个奥运金牌女篮球星格林娜 在关押了10个月之后 8号终于从俄国获释 拜登亲自宣布好消息 美国是用俄罗斯的军火商 布特交换了这个格林娜球星 美国共和党认为这次换球是不对等交易 因为美国放的是军火商 他是全球头号通缉要犯 美国和俄罗斯再次进行换球 奥运金牌女篮球星格林娜 因持有要用大麻遭俄罗斯关押近10个月 终于在8号获释 总统拜登亲自宣布这项好消息 美国与俄罗斯的军火商布特交换格林娜 换球画面中 穿着红色外套的格林娜 在俄方人员的介护下走向美国国务院官员 布特手持牛皮纸袋 下机后与俄方阶级人员拥抱 随后与格林娜擦身而过 两人各自上了飞机 格林娜的家人也是在换球当天才得知消息 他们也对拜登政府表达感谢 这次换球的地点选在阿布达比 格林娜从监狱先搭机到莫斯科 再转机前往阿布达比 她在机上得知可以回家了 脸上露出笑容 格林娜回国后 会先进入德州军事基地的军医院 这里专门治疗曾受虐和有战争创伤的军人 这次换球难度相当的高 美国与俄方从夏季开始谈判 俄罗斯态度强硬 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刻意对外公布 俄国对美国换球提议已读不回的反应 借此施压俄国政府 美国原本希望一换二 用军火箱换格林娜和利宁遭关押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惠兰 不过俄方坚持只释放格林娜 12月1号就在白宫为法国总统马克宏举办国宴的夜晚 拜登拍板决定换球 已经遭俄罗斯关押四年的惠兰 在格林娜换球成功后 接受CNN电话专访时表示 他都打包好了要回家 但结果却令他失望 俄罗斯政府认为惠兰从事间谍行动情节重大 与格林娜和之前已经释放的另一名美国人不同 所以还需要另外谈判 白宫这一次的换球行动 遭共和党批评市场不对等的交易 因为美国释放的军火商布特 可是全球头号通缉犯 布特原本是俄罗斯军官 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军火商 之后的20年 他在世界各地斗首军火 几乎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他的武器 布特在2008年遭美国逮捕 被判刑25年 他的生平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 据传他是为俄国的情报单位工作 因此俄国政府才如此急于让他回国 TVBS新闻总和报道